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说 我是维持现状态 他大概内心的OS都会说 哎呀两变态那个了 我是维持现状态 但我一直要很残忍的说出一个真实就是 没有现状可以维持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来 其实台湾的局势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那这种动态的平衡 每一天都跟前一天不一样 大陆对台湾的态度是一致的 就是希望统一 而且希望是和平的统一 然后希望大陆自己越来越强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对台湾千般容忍 万般厚爱也没有改变过 我这样讲很多人会讲 你胡说八道 你大陆哪有对台湾很容忍 一天到晚都在威胁台湾 大陆不是威胁台湾 大陆他就是告诉美国 告诉台独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两件事情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美国国务院 一个是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就呈现了我跟大家讲的 没有现状可以维持 美国的国务院 5月5号的时候 更新了他网站上的一部分的内容 他更新的就是描述美台关系现况的成果期待 因为美国的国务院 他在网站上面所呈现的 就是他要对他的国会 对他的人民各国做一个表态 在有关台湾的这个地方 他在描述说我们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成果 我们达到什么成果呢 他告诉人家说我达到成果 那他改变 这个大幅度的改变 你如果不在乎 那他也就过去了 但他呈现了 过去在他形容台美关系的时候 他一定要强调的是中美三个公报 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可以和平的进展 台海的关系可以稳定 是因为美国终于跟联合国一样 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中国 那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国民党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台北 他说我才是中国 那就世界上就两个中国了 美国说不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中国 那你说那你蒋介石不被承认 那台湾独立啊 不 就在中美的建交三个公报里面 把这个锁死了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完整的一个中国原则 原则就是底线 底线就是不能被打破 但是美国就一步一步一步的 把他改变了 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最近从蔡英文游席坤都接见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他应该处理的是经济文化教育 结果他谈的是台海 他说加拿大一贯反对任何企图改变现状 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片面行动 呼吁和平对话解决分歧 关于世界卫生大会WHA 22日要在日内化举行会议 台湾没有收到邀请函 那瑞乔丹就加拿大驻台代表 他说加拿大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与WHA 他怎么来看呢 他把台湾比拟成乌克兰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说反对任何企图改变现状 反对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片面行动 那么他反不反对台湾 步步在走台独呢 他反不反对台湾 努力的去买很多杀伤性的武器呢 他反不反对台湾一片的无脑反中 他当然不反对 他表面上说我反对你片面啊 我反对你改变现状啊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状 我们可以片面 你不得反抗 实际上就是在挑战中国的 一个中国人子 小小一个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讲的话都是这样子